今天5月4日的赛事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五场四班田黎千二米的二号马 中华卫卫 这场是四班田黎千二 短途赛类似菊草千二那样 在这些场合同情放头的实力马 优先值得你留意 当然最好就是内档,具备前速 没断懂得加速和时间指数是正的 如果你去第五场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中华卫卫正是属于这类马 他前仗是放头赢马的 他是内跌望空 类似放头 然后具备前速 没断懂得加速 时间指数也是正的 今次他也排了一个内档 换言之 这批中华卫卫 有非常大的机会 是可以放头跑 因为这场有三批的放头马 另外两批都在他的外面 形成他可以这样跑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如果你看中华卫卫这批马 你会知道这批马 其实是正宗千二米的放头实力马 他在今季初 无论是谷草千二甚至一千 都可以放头入轿 而评分是56分 前仗赢完之后 今次仍然是55分 即是这批马仍然是他实力的 评分范围之内 再加上他今次是排内档 可以放头跑 又具备前速 没断又懂得加速时间指数 又是正的 再加上这场赛事 同情实力马的对手不多 只有另外两批 这两批都是 其实是放头或前置的马匹 全部排在他的外档 形成这场赛事中华威威 就非常之有利了 OK 而这批马 现时是一批半冷的 5.8倍的半冷马匹 即是说这批马是属于一批 具备投注价值的同情放头实力马 如果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批马 用来做Q胆 去拖几批配角马 或者也可以考虑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挑过关的其中一场 今晚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八场三班田黎千二米的大冷马 二号的人和家兴 这批马 现时是一批二十八倍的大冷马 为什么这批大冷马值得你留意呢? 这个也是田黎千二 即是放头马 是优先值得留意的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去第八场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看到同情实力马 其实是缺乏顺放头的同情实力马 即是如果你看他城的其他的短途赛事 你就会看到人和家兴 就为一批千二米的放头实力马 因为他前仗在二班的千二米放头 跑第四 这场记住是三班赛 这批人和家兴去所有马赛事 你会看到这批是正宗的短途放头实力马 因为他今季看到吗? 是三班更短的一千米谷草 都是放头赢马的 对不对? 不单止这样 其实他的时间指数也是正的 就是说这批马是一批正宗的短途放头的实力马 接着之后加分加榜 升班去到二班前仗在田草千二放头跑第四 就非常值得你尊重了 为什么? 第一,这是A跑道 其实在沙田的田草 A跑道 放头马匹其实不太有利 怎样知道? 这场赛事是519 是吧? 如果你去你的职业数据库 去资料库那里 选择今季 选择519 你就会看到这场赛事 头三名的马匹 都是中后上的马匹 因为A跑道 而这场赛事 这批的人和家兴 是一个偏快的步速里面 是吧? 快的步速里面跑第四 这个第四要尊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赛事 另外那三匹咬着前面走的马匹 例如幸运有利 咬二位的 他是一匹赤尔满 是跑第八的 咬着第三位走的经典之声 是跑最尾 潘顿那匹 也是咬着三社会咬前走的 圣不骄 也是跑第三 也就是说 在前面走的马 是人和家兴一匹 是可以走入前四名 如果你再看这三匹 在这场赛事落败的放头马 发生什么事呢? 你可以在马名里 选择圣不骄 然后是经典之声 和那匹 幸运有利 这三匹都是咬前走的 全部都断了 看他们发生什么事 你选择这三匹马 然后在长车里选择全部 我们看了 如果你看经典之声 五一九 他在前面放头 即是咬着前面断 然后隔一仗之后 上仗他就在谷草短途 就是二班 入车 爆了一个九十倍的冷门 是跑入车的 另外那匹放头断的马 就是幸运有利了 就是五一九 是不是? 他树杖 立即在二班的田草 千二米是赢马的 如果再看另外那匹 聖笔叫 他也是五一九 次咬前是断的 接着之后在二班 短途 分别是跑第二和第一 第一也是凭着前速的 即是说五一九这场赛事 这一批人和家兴 他放头的能力 在千二米的放头实力 是值得你尊重的 OK? 上一次就初跑填离 千二米就不行了 原因就是出责慢了 而且他是放不到 既然没有放 这些顺放头马 就很难有表现了 而这次他再跑同情 就遇上了一个有利的形势 就是同情的放头实力马不多 其实他情的短途放头马也不多 即是形成这一批人和家兴 有很大的机会 就是可以放头跑了 是吧? 当然 他放不放到出来 我们没有人知道 但他是具备一千更短的放头实力 上一次出责慢了才放不到 如果今次被他放到出来的话 这一批马的千二米的实力 就绝对不可以看小 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放不放到我们不知道 虽然他有很大的机会放 但是他给了一个非常上街的赔率 28倍给你博的 所以这一批的正宗短途放头实力马 今次在放头实力马不多的情况之下 有28倍给你博的 是一批超值的大能马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你可以考虑拿它来做Q和PQ胆 拖几匹短途买Q、PQ 甚至你又可以博它的Win和Pay 如果临场这批马还是冷闻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博Marble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把刚才教你减马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建议你把你所学的减马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这样做 结果会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坚实力的冷马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样去减马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ninBurninChannel里面的 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选择马秘谨的片 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怎样选择实力冷马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 怎样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马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片 当然了 如果你还未有职业牌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当然了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怎样减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减码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